台湾 福尔摩沙 孤岛高山的地理环境 丰富的生态资源 加上大陆边陲门户的特殊性 使它成了各国自然学家 航海家 与军事家的角力舞台 台湾昆虫经验一百 讲的是岛上活跃的昆虫 如何影响着统地的生命 主持者布局的故事 讲的是台湾多样的昆虫 如何左右着长迷的经济活动 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 如何透过昆虫研究 为后代奠定更宽广的知识基石 台湾岛屿自海面升起已过六百万年 而岛上人民才正要庆祝台湾第一百岁的生日 时光的流适 时光的流逝存在着岛上的人与昆虫各自生成不同的小宇宙 有时候他们互相竞争 开展了演化与文明 大多数的时间 他们在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岛上 共存共荣 互依互存 昆虫学家石正元博士 常穿梭于这两个小宇宙 在都市里 他是昆虫学博士 在自然里 他是昆虫学研究者 在人与昆虫的小宇宙里 有许多未知的谜题 石教授从人类的小宇宙出发 前往一场紫色的旅行 由紫斑蝶构成的紫色旅行 在南北两端长途飞行 一直是科学家南姐的前移路径 常年研究紫斑蝶迁移的赵仁芳博士 在每年冬天会来到大武山区 找寻前来越冬的紫斑蝶 紫斑蝶在翅膀背面拥有紫色斑纹 在飞行时会产生紫色幻影 是迁移性的昆虫 会随着季节在台湾全岛旅行 但蝴蝶的飞行路线不固定 使得调查者难以追踪完整的路线 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还好赵博士的研究之路并不孤单 有一群共同奋斗的朋友 蝴蝶志工 与他一起解开紫斑蝶迁移之名 这已经是志工们第七次在大武山上过年了 因为越冬时的紫斑蝶会聚集在台东大武山区 大武山区地形封闭 形成安全且食物充沛的越冬蝶骨 目前世界上只有墨西哥和台湾 拥有大规模的越冬型蝶骨 不同于墨西哥只有单一的帝王蝶 存在于台东、屏东与高雄的紫蝶幽骨 除了四种紫斑蝶外 上游小纹青斑蝶和淡纹青斑蝶等 是世界难得一见的混切形蝶骨 紫斑蝶在树林间短暂停留 形成一串串的蝴蝶树 它们顺着阳光在温暖的树丛间活动 夜晚它们飞到树林最温暖的中层高度 抵抗寒冷 天快亮时 在下降到树的下层 开始寻找食物 准备即将远行的能量 因为紫斑蝶的迁移行为 不像集体移动的候鸟 也不像方向明确的鲸鱼 候鸟或鲸鱼 能在起始两地往返 容易追踪研究 但是紫斑蝶顺着温度与食物飞行 虽然南迁北移 但迁移过程 历经两个以上的不同世代 而且它们路径随性 成为科学家难解的谜 标记在古研究 是了解紫斑蝶 迁移路径的调查方式 赵博士与蝴蝶志工分工合作 有人拉长杆子 在树丛间努力地捕捉蝴蝶 有人在临时搭设的帐篷内等待 将一只只抓到的蝴蝶测量记录 并且用其一笔写下独特的标记 再小心地释放回大自然 等待紫斑蝶北上时再捕捉 可以用来追踪迁移路线 那天午后 石教授在这段紫色旅行的越东小站 也成为蝴蝶志工的一员 蝴蝶来 冬天渐渐要结束了 灵敏的紫斑蝶深刻感受到阳光的变化 当一天中的日照时间长于黑夜时 代表春天来临 紫斑蝶会陆续离开台东蝶谷 往北部飞去 找寻适合的繁殖地 赵博士的追跌任务启动了 云林林立乡是紫斑蝶往北迁移的必经休息站 在每年清明节前后 等待繁殖下一代的紫斑蝶正准备过境 但承载返乡车辆的国道三号 恰好与跌道垂直交接 呼啸而去的高速车辆 对紫斑蝶的生命造成威胁 人类与昆虫该如何解决难关 让彼此安全地回家呢 昆虫学家石博士 在高速公路局的协助下 他爬上国道高桥一探就近 柵欄 长久以来是人类设置用来保护自己的装置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用途 这里是高公路在国道三号出口段252K所设置的安全 高有4.2公尺 长达1010公尺 主要是用来保护往北迁移的紫斑蝶 从这里我们看到 人类为了生态保育所付出的努力 在研究人员与工部门的努力下 自民国97年开始 高价栅栏 每年约护送20万只紫斑蝶过国道 让紫斑蝶的生命得以延续 每年清明节廉价 林内乡举办紫斑蝶级活动 更让林内乡成为紫斑蝶生态交绝的最佳示范地 转个念头 让路给小小紫斑蝶过马路 竟然带给林内乡这么大的感动 平时宁静的小镇 因为紫斑蝶的旅行而热闹起来 赵博士的追谍任务 也来到云林县林内乡 准备拦截标示过的紫斑蝶 但再补到的几率极低 每年冬天在台东标记 三至四万的紫斑蝶 在春天飞往北部的各个栖息地中 只能再捕捉不到十只的稀少数量 在2005年的春天 有一只从台东标记MB0123的紫斑蝶 在苗栗县竹南镇被捕捉到 小小紫斑蝶从台东大午到苗栗竹南 至少飞行三百多公里 这些珍贵的载捕获资料 在许多生态学者与职工的努力下 目前了解紫斑蝶在南下越冬后 会从高雄茂林与台东大午陆续北上 西部的紫斑蝶多在云林林内短暂停留 再继续往北飞行 在迁移过程中 紫斑蝶若遇到适合的环境 会在原地停留 繁衍后代 志工们牺牲假日 在台湾各个角落挥舞长肝 子斑蝶的牵移之谜 就在每一次的标记 在捕猪中 渐渐拼凑出谜底 这些志工大家都 感觉心 都像今天来说 有北部有南部 像我们台湾过来 捕虎蝶的比较辛苦 泡咖啡 帮他们加油一下 分工合作的志工们 在与赵博士追跌旅途中 以不知不觉地 与子斑蝶建立默契 这是一种 与大自然相处的选择 是一种不求回报 却实在地快乐 志工是解开子斑蝶 牵移之谜 最不可或缺的幕后工程 民国一百年的台湾 人与昆虫彼此交流的 生命中最重要的片段 无论在这个多样性的岛屿 或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和平共主的小宇宙 正透出亮地 悄悄地在每个角落发光 百年岛屿 见证台湾经济奇迹 开发过后 文明大幅扩张了 人类过往所使用的土地 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相互竞争 挤压昆虫滥以生存的棲息地 在暮色中苏醒的萤火虫 在建设与光害中 渐渐失去了光亮 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下 昆虫学家担任起重要的保姆角色 他们在夜间访查 了解萤火虫的栖息环境 也在实验室透过仪器 研究各种萤火虫的生态习性 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从事萤火虫研究的 何建荣博士 自民国83年开始 彻底调查台湾萤火虫的种类 在台湾61种萤火虫中 何博士已亲自鉴定 与饲养过42种 而让何博士更惊喜的是 在民国100年的夏天 台湾竟然发现了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种萤火虫 它们是卧躺在草地上的星星 雌光银 远距离岛 萤火虫的新物种 就住在国境之北 马祖 马祖列岛大部分是由花岗岩组成 覆盖西渤的表土 历经千万年的海石风化 呈现层次分明的简里 爬满岛屿的野花 沿着海滨飞翔的燕鸥 海岛独特的土质与气候 是雌光银的家 石植初夏 正是雌光银一年一次的繁殖季 昆虫学家石正仁博士 远渡马祖与何建荣博士会合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全岛地区也只不过一两百只而已 是哦 对啊 那是很脆弱的 很脆弱很脆弱 那这个岛鱼的这个磁光银 然后更需要我们家里去保护 雌光银既脆弱又特殊 因为它的磁虫终身呈现蠕虫状 并且不会飞翔 在草地以及地底下生活 移动范围很小 只能等待生殖季节来临 敲起尾巴 发出光亮吸引熊虫 繁衍后代 只有雌虫会发光的萤火虫 称为雌光银 除了特殊的蠕虫状外 雌光银和一般萤火虫最大的差别 是它们求偶食的亮光 一般萤火虫通常是熊虫在黑夜里发出一闪一闪的光 吸引雌虫注意 有些种类的雌虫会回应熊虫 这样的发光原理和汽车大灯相同 萤火虫能用脑下达开灯的命令 经由神经传导讯息 结合气管送来的氧气 与体内的荧光酵素产生化学产物 让发光气发光 在萤火虫的发光气里 有透明层 发光细胞 和反射层 发光细胞 像是汽车的灯泡 利用反射层将光全面反射 再从透明层发射出来 发出几乎不具热能 又明亮的冷光 在黑夜中闪烁 而雌光银的光不闪烁 由乳虫状的雌虫 发出持续的亮点 吸引熊虫 这样的光有时间限制 每天大约发光30至60分钟 在这接近一个小时内 熊虫必须把握时间 飞进草丛与雌虫交配 交配时 灯光会立即熄灭 若没有交配的雌虫 在时间过后会关闭灯光 等待明天再亮 交配后的雌虫 会躲进遮蔽的土壤内产卵 随即围绕身体 产生护卵行为 并发出警戒的灯光 让每一个体节 均发出亮点 它是身上最多发光气的萤火虫 磁光银 一年一个世代的磁光银 从卵开始孵化 必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整个生活史 这个地方是一个 北干磁光银的一个很重要的棋息地 那这个棋息地里面可以在树底下 可以看到底棋的一些解枝动物 这些东西都是磁光银 或者其他萤火虫喜欢吃的 那特别是磁光银 它是只吃马鹿 我们可以找找看 那马祖这个 这种萤火虫出现的时间 刚好就是在雾季 三四月的时候 它开始起雾 那起雾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雾季的时候 这个尺寸比较高 对 民国四十七年 八二三炮战 使得金门与马祖 从此成为保卫台湾的军事战 马祖虽然从未参与过战争 仍以备战状态持续四十年之久 昔日由阿兵哥徒手搅出的北海坑道 成为今日难得一见的观光景点 战车 碉堡 坑道 局限了过去岛民的生活范围 也亿万留给磁光银 一个不受干扰的棋息环境 在反攻大陆的年代 马祖前岛上下居民一新 他们的团结受于情势所迫 现在的团结只是因为萤火虫 两个新种磁光影的发现 为这个战地的生态保育 带来了新曙光 这样的曙光 从校园开始发亮 在唐齐国小教书的陈秀梅老师 从小在马祖长大 却直到民国九十七年 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与磁光银相见 那天晚上雷雨过后停电 然后我就在中正公园旁边的凹处 就看到一闪一闪发亮的一种昆虫 当下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昆虫 所以我们很好奇 我们几个人就下去 他就发现那个是一大片的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从此之后 秀梅老师常在课堂中介绍磁光银 下课后 更带着小朋友实地走访野外 寻找正在发亮的磁光银 我老师没有想到 跟学生做分享的时候 学生是很兴奋的 学生说老师哪里有萤火虫 带我去看带我去看 秀梅老师积极推广磁光银生态教育 在学生的心中 撒下小小种子 小朋友写下认真的笔记 绘制精美的插画 像重新认识从未留意过的邻居 也重新认识马祖这块土地 同样的磁光银 对于从事基础生态调查的蔡先生 有不同意义 在马祖建设局服务的蔡席链 来自台湾彰化 常常开着车子 四处走访磁光银的栖息环境 累积详尽的生态资料 有次黑夜调查 竟然看见满是星星的地毯 那是他和磁光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但从调查人员的眼睛来看 马祖的磁光银 似乎和台湾的磁光银 有点不同 那整个气息来看 就比较明显说 它不像大肠磁光银那种生活形态 蔡先生立刻将这些观察资料 请教萤火虫专家 何建荣博士 阔别二十年 曾在马祖当兵的何博士 为了鉴定马祖的磁光银 再度踏上马祖这块土地 他带着助理定期前往马祖 全面调查磁光银的生活史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长期 温室度的监测器 那这个我们放在这个公园里面 大概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 大概一点五个小时会记忆比 那这一天的温室度的变化 我们都可以把它储存在这里 何建荣发现 这三个磁光银 有的是翅膀全黑 有的则有细细的黄色边缘 如果更进一步解剖熊虫的生殖器 会发现生殖器的结构也有所不同 若放大磁虫的头部构造 有非常细小的下唇虫 小恶虫和触角 而这些器官在三种磁光银身上 无论是位置与结束 都有非常细微的差异 这两个磁光银在民国一百年获得证明 它们是北干磁光银与东举黄原磁光银 它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物种 连江县政府并来到台湾 举办新种发表记者会 吸引大批媒体前来采访 历时三年 何博士分享发表新物种的喜悦 也提出最深切的叮咛 希望能够这个磁光银 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永续地 永远地存活下去 不要因为人为的干扰而破坏 能够会影响到它的生存 磁光银的光照亮了马祖 让科学家为它疯狂 也让马祖人为自己的家园环境感到骄傲 昆虫学家石博士 在马祖见证了新物种 对人与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磁光银凝聚马祖人的生态意识 提醒保留棲息环境的重要 像一个必备的奶瓶和摇篮 保障下一代的孩子 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台湾在近年来 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外来物种 它不是原本生活在身边的老邻居 而是从国外入侵的生物旅客 正在本岛威胁着本土环境 东京120度 北纬23度 成为台湾在地球村里的一个住址 70年代的各项重大建设 加速台湾走入世界的步伐 民国68年桃源国际机场启用后 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进入一个国家并非难逝 这当然也包含了其他远道而来的生物旅客 这些从古老年代 就拥有强大扩张能力的生物 在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帮助下 它们的小宇宙 正在世界各地逐步扩张 民国92年起 陆续发生一连串红火蚁咬伤人的案例 从农地 都市 甚至校园都无一幸免 被咬伤的民众皮肤迅速红肿 浮起农炮 严重者更引起全身过敏 休克送医 这前所未见的生物 让政府和昆虫学家们 开始积极地研究对策 从事昆虫研究的石博士 在红火蚁入侵台湾后 身负国家重任 自93年起 积极投入这个强势物种的调查与研究 这里是桃园机场的外围 也是台湾第一次发现红火蚁的地方 如果没有人为的攜带 红火蚁不可能从美洲大陆入侵到台湾来 所以推测 火蚁很可能是随着航空货应的战板 入侵到台湾来 翻开红火蚁的生态记录 它原生于南美阿根廷北部 西元1930年 首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 发现红火蚁 西元2000年之后 红火蚁又陆续在纽西兰 澳洲 甚至是台湾 中国出现 夹带在货运的细缝中 红火蚁从地球的另一端 来到台湾 总是集体行动的红火蚁 首先寻觅适合竹巢的环境 建立自己的家园 位于桃园机场旁的大圆乡 周围都是空旷的农地 提供良好的竹巢环境 吸引了大批火蚁进驻 具有生育能力的蚁后 是火蚁家族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只要有一只火蚁以后 便能在一天内生产数百到数千个卵 而这些新成员 他们将不断地扩张巢穴 让以后产生更多的耗带 一个新巢只需要四到六个月 就可以形成高约15公分 直径约40公分的巨大火蚁巢 不要小看这种小小的蚁丘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冰山下面那一角比较大 在这个小小的蚁丘里面 我们看到地上隆起大概有25公分左右 可是在地底下可能超过有50公分 所以这里面其实住了一个庞大的蚂蚁兵团 这些火蚁的数量可能超过10万只 强大的火蚁兵团 让岛上生态失去平衡 长久以来 台湾从未出现过红火蚁 因此没有演化出与红火蚁抗衡的天敌 红火蚁意外成为台湾生态的强势劲敌 击败众多本土生物 甚至威胁到人类 是急需消灭的外来入侵种 农地提供红火蚁良好的居住环境 因此被咬伤的案例 通常是习惯以赤脚农耕的农民们 我这构在这里把我构来构来构定 听到吗 我这构在这里构了 阿桑你怎么 我构不构 构在那边构定 真严重 我帮你构定 我这构红火蚁农佐张新宁好 在首例红火蚁案件后的隔年 昆虫学界与国家政府 立即成立国家红火蚁防治中心 追查民众所通报的案例 锁定红火蚁已扩散的区域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举办大型研讨会 邀请国际学者一同商讨对策 更远赴澳洲 与同事外来红火蚁受害的国家 积极研究如何在保障生态环境下 控制已入侵红火蚁的数量 让未来能防范于未然 红火蚁为社会性昆虫 是群体生活分工互助的团体 和一般的蚁朝不同 火蚁朝内除了单蚁后族群外 另有三四只蚁上的蚁后 称作多蚁后族群 他们和平共处并不停地产卵 只要朝内遇到威胁 负责维护安危的指蚁 便会快速地搬动卵及幼虫 涌到安全的地方 即使是朝内淹水 指蚁们也会聚集形成蚁罚 载着幼虫及蚁后离开 社会性昆虫的生存之道 使牺牲小我保护蚁后扩大族群数量 指蚁们会努力地喂养幼虫 让具生殖能力的瓷蚁与熊蚁安全长大 这个致命的小昆虫 得以在台湾散步 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活动 恰巧提供它们适合的生活环境 像是开发后的空旷地 少会有其他蚂蚁族群进入 使它们优先抢下的天堂 当第一批红火蚁在地底竹下巢穴 便开始等待适合交配的时间 通常在连续下雨过后 终于放晴地隔天 空气中还有微微的湿度 许多蚁巢便开始有了动静 带有翅膀的熊蚁和瓷蚁 爬出巢外准备飞翔 熊蚁们会先成群地往上飞 形成一朵浮动的云 之后瓷蚁们会钻入这朵云中 开始进行交配 这样的交配行为称为昏飞 交配后的熊蚁们会立即死亡 交配后的瓷蚁 有些是单蚁后的族群 会飞到远处产乱 成为新潮中的蚁后 如果是多蚁后的族群 就会在既有蚁巢处降落 直接走进去 接受潮内指引协助 专心产乱 不用像单蚁后族群 必须身兼抚养的责任 活蚁巢的范围渐渐地扩散开来 若遇到台风天灾 或是人类的园艺行为 活蚁巢会被带往到更远的地方 红火以范围 从桃园大圆开始 向四处蔓延 对于一日能生产数千颗卵的以后 我们有什么对策吗 今天在通过的 我送这件事我派你过 这个光业 这里是桃园县炉竹香 是台湾第一次发现红火椅的地方 当地农民成立防治队 在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的监督下 进行扑灭工作 防治队所喷洒的耳剂 是红火椅所喜欢的玉米穴 加有药剂的大豆油混合而成 昆仲水家设计出一种耳料 把它混搬了低毒而慢性的农药 那火椅的工椅出来以后 看到好吃的东西 就想要把它搬回去 孝敬她的妈妈 所以以后一直吃 持续吃了很多的这种耳料以后 最后中毒死亡 如果以后死亡 整个椅潮就会崩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 防治火椅的目的 被火椅搬进椅潮的耳迹 利用红火椅必须分工进食的原理 将椅潮内的后代逐一歼灭 整个潮内的火椅要进食 必须由直椅将食物带回潮内 先为给最大的四龄幼虫消化 因为整个潮中 只有四龄幼虫拥有坚硬的大鳄 可以消化固体食物 进而吐出液体状的石米 再又止以分食给其他幼虫 当这个有毒的耳迹 被消化成有毒的石米 所有被喂食的幼虫 立即开始中毒 它们将无法脱皮 进而死亡 当以后吃了这些有毒的石米 身上便带有毒素 往后无论它生多少数量的卵 这些后代都将无法脱皮而死亡 整个蚁巢将渐渐没有活下来的后代 以后将中毒或是因无后代供养而死 大约六个月的时间 整座蚁巢便彻底瓦解 入侵台湾的红火蚁 虽然在耳机防制下已获得控制 但是红火蚁惊人的生殖能力 仍每分每秒威胁着台湾的生态环境 先生代科学家杨锦诚博士 参与台湾七年来 与红火蚁对抗的过程 他以生物科技的角度思考 若能采取主动的方式 直接消灭红火蚁的生殖能力 便能彻底铲除 入侵台湾的红火蚁 杨博士 以采集潮作的方式 全方位搜集入侵全世界的红火蚁 他必须先解开红火蚁体内的基因密码 进而控制主宰生殖力的蚁后 阳光在这个方向照过来的时候 其实蚁后通常都会躲在阳光的另外一边 因为他不喜欢太热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要从 他的阳光的另外一边开始挖起 这样才有机会挖到蚁后 杨锦诚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 将潮作的蚁后 与火蚁家族搬进研究势力实验 在杨博士与各国昆虫学者的努力下 耗时五年 陆续搜集了台湾 中国 香港 澳洲 纽西兰 以及美国地区的红火蚁 我们在全世界各个火蚁的族群里面 我们总共采集了2214草的火蚁 然后每草取一只呢 我们来看它的生物条码的特征 来比较不同个体之间 它生物条码之间的相似度 在控制蚁后的生殖行为前 杨博士必须先厘清红火蚁的入侵来源 建立红火蚁的完整基因资料库 才能在各个入侵国家中 有效根治火蚁族群 红火蚁身上所蕴含的基因密码 代表着各式各样的讯息 在杨博士的实验中 特别关注于几组基因密码 这些密码在每只蚂蚁身上 有着不同的排列组合 透过实验就像是刷条码一般 可以知道这只蚂蚁的原产地 比较遗传相似度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些区域都跟美国的 生物条码的形式上是最为接近 所以我们推演的入侵 就是从美国到了台湾 另外一次也是从美国到了中国 第三次也是从美国到了澳洲 而不是从南美洲来的 离清入侵来源后 杨博士与他的研究团队 开始密集关注红火蚁的性别基因 他控制以后的性别基因 使他只能产下雄性的卵 这些熊虫可以正常交配 却不具生殖能力 即使婚妃交配后 也无法让其他此以受孕 无法产生新的下一代 自然也就无法扩增族群了 为了防治活影 我们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互利 到目前已经快十年了 所以未来的成功 还要有待更多的努力 比如说生物技术的投入 生物技术如何应用在昆虫上呢 我们带各位去看看 台湾 丰富的生态资源 为洋岛上居民从农业走向工业 昔日烟囱丽丽的工厂 以化为光洁精密的高科技产业 科学家们透过精密的科学仪器 突破观察生物的角度 在看不见的小宇宙里 探索生物科技的奥秘 走过了昆虫风火 昆虫好友以后 到了21世纪 生物科技大爆发的时代 昆虫与人类的关系 已经到了令人惊艳的程度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只小小的昆虫 也可以是一座工厂吗 科学家进入最极致的细胞内部 发现细胞内运作的机制 像是一座稳定的蛋白质生产工厂 细胞中的蛋白质工厂 接收人体所需的订单出货 这些订单就是基因 当基因订单对工厂下达指令后 便会生产许多不同的蛋白质 当人类活动时 身体内所有的蛋白质工厂 会认真工作 让生命得以成长 当人类摄取食物时 食物会在体内转换成能量 能量将促使这些蛋白质工厂 开始运作 这些蛋白质将充满在身体内部 或形成外在的骨骼与肌肉 存在在细胞内的蛋白质工厂 结合体内数以亿万的细胞 让生命体像是一栋 看得到的蛋白质大工厂 以人类来说 需要花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衍生一个蛋白质大工厂 以小白鼠来说 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衍生五只以上的工厂 而昆虫只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 就能衍生数百个小工厂 而这些工厂们将制造 惊人的蛋白质产量 赵玉展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 专门在研究昆虫体内 这座蛋白质工厂 他们发现有一种新订单 能控制工厂生产新的蛋白质 那就是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 昆虫病毒其实种类很多 那我们是开发出 它各式各样的应用 我们用家产 让感状病毒感染以后 做基因工程蛋白 整个它全部会生产的 大量的蛋白质出来 那我们抽取出来 就可以做很多的疫苗 那效果经济价值很高 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 像是一台改装的小货车 能装进人类想要生产的基因后 再开进这座残宝宝的体内工厂里 货车上的基因 会给工厂一张特制的新订单 让残的身体心以为真 并快速地生产 不属于体内的蛋白质 蛋白质无论用肉眼或是显微镜 都无法观察 赵博士另外在订单 加上一个会发亮的基因 当残体在完全发亮的同时 也就表示目前已经生产特制的蛋白质了 由残宝宝所生产的蛋白质 将会做成猪瘟疫苗 让小猪免于疾病 需要结合三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在昆虫体内的小宇宙里完成任务 苗栗区农业改良厂 拥有完整的残种保存库 自日据实弹以来 这个仓库中保存了近136个残种 残风客客长卢美君 是提供优良家残品种的裁判 它必须从众多残种中 挑选最适合品种 那我们在筛选的策略上面 是先将这个136个 这个来自于不同国家 收集历年收集来的品种 先去做这个筛选 那筛选到之后的这个 像这个筛选到的这个圆圆种 产量高的 我们再找它跟其他高的 来做这个杂交 我们必须要是养出一个健康的家产 不仅产量高好养 而且呢 它在某些重要的疾病 尤其是病毒这个部分 能够没有发生在这个产体里头的 这个未来对于总续用的疫苗呢 这个才能通过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标准 蚕种保存库在蚕丝业兴盛时 是以培养高产量蚕丝的蚕种为主 在生物科技时代后 开始培养能生产高蛋白质的蚕种 我们这个生物科技的部分 大概是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 跟中原院的赵玉长赵老师合作之后呢 希望利用赵老师他发展的 这个家产管状病毒的系统 来把家产当成一个分子木材 来生产这个有用的蛋白 以桑叶为时的家产 在成长过程中 只需要少数的桑叶 便能生产大量的蛋白质 当产体成长到最大只的五菱幼虫时 便将这些蛋白质小工厂 运送至赵玉长博士的实验室 当家产送到赵博士的实验室时 赵博士与他的工作团队 已经准备好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了 赵博士正和主持人石教授解释 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 将如何给蛋白质工厂 一份特制的新订单 为了让石教授理解 赵博士决定带石教授 进入虚拟的世界 一堵蛋白质工厂运作的奥妙 首先 先看感状病毒 到底装了哪些东西 成为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 你看注意手上的针头 里面装的就是我们 组装纹币的感状病毒 那里面到底是 简介什么样的基因 在这个case 我们组装了两个不同生物来的基因 第一个 我们剪接了猪瘟蛋白基因 猪瘟是由猪瘟病毒感染临起 猪感染以后会死亡 造成猪龙很大的损失 我们先要把这个罪魁祸首揪出来 让我们把这个猪瘟病毒 拉出来 我们要利用病毒 缓将病毒一斤 说明简介一段病毒的基因 那这个基因会产生 病毒的蛋白 所以将这基因打到猪的身体里面 猪就会产生美丽粒 诶 把病毒打到猪身体里 那不是反而让猪生病吗 只有蛋白基因没有病毒 就像只剩下一只手的坏人 是不能做坏事的 把这个病毒的蛋白 打到猪的身体里 纯粹的病毒没有毒性 也不能做坏事 美丽细胞就像警察 会昏变不属于身体的外来者 下次再有猪瘟病毒入心身体时 美丽细胞就会逮捕它们 所以病毒的基因蛋白 能够让小猪永远美丽力 哦 诶 可是你刚才还说 有第二种基因那是什么呢 哦 为了能够清楚看到 基因有没有插进感状病毒 所以我们需要有第二个 能够辨认的基因 在这里神奇的水母就化会功用了 水母 为什么是水母 它有什么特别功用吗 因为水母身上既有荧光蛋白 所以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就会花光 哦 这些光芒都是水母特有的荧光蛋白哦 水母蛋白就像是会花光的基因标签 插入感状病毒会花光 便可以追踪感状病毒的感染进度 所以我们将水母会花光的荧光基因拉出来 加上能够提供美丽的助温蛋白基因 将它们简介在一起 然后放进感状病毒中 感状病毒就像一个高效率的货车 能够将基因装进家产身体里面 然后家产就可以产生基因工程蛋白疫苗 当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注入家产后 家产身体内的蛋白质工厂便开始运作 赵博士告诉石教授 他们将进入残的体内冒险 看家产体内的变化 哇 好大的一只家产哦 是我们变小了 静看很惊人吧 你看那个气孔 对 家产在呼吸 让我们直接从气孔转进去吧 你看 哇 好像迷宫哦 这是家产的呼吸系统 所以他们的空气是从这里流通 竟然好像我们中央空袋系统一样 哇 你看 很多感状病毒正往细胞核前进 是啊 好多哦 他们自己会认出细胞核 所以进去以后会缓止后代 然后也帮我们制造很多的蛋白质出来 那蛋白质可以当疫苗 你看 花亮了 病毒正在做成人工蛋白 哦 是 对 一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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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啊 好亮 大约三天的时间 基因重组的感状病毒 便感染家产全身 家产体内的小工厂 已生产满满的特质蛋白质 科学家将蛋白质挤出 搜集成一管管的体液 再送往制作疫苗的地方 位于淡水的家畜卫生试验所 是将蛋白质制造成疫苗的地方 林玉如博士和她的研究团队 将这些家产体液制作成猪瘟疫苗 在我们拿到家产生产的这个体液之后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 里头有多少我们的这个家产的 E2的这个抗原 估计体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后 为了得到疫苗里所需的抗原 林玉士先将这些家产体液 加入辅马林 将剩余的感状病毒杀死 再加入适当的药剂 做成疫苗制剂 在无城市内 林玉如博士和她的研究团队 穿着无城医 小心翼翼地将疫苗制剂冷冻干燥 无菌包装 制成一瓶瓶的猪瘟疫苗 在猪圈里集体生活的小猪们 只要施打猪瘟疫苗 就可以保障猪肉的健康 一只家产所生产的猪瘟疫苗 可以施打六只的小猪 这样高效率的疫苗 卫生且成本低廉 目前正在申请许可证中 等待量产 蛋白植工厂 结合了台湾百年的优良产业 创新的昆虫生物科技 和民生饮食息息相关的养猪液 让台湾昆虫研究与应用 在百年之际 达到了一个跨领域合作的里程碑 穿越表皮 昆虫体内的小宇宙 在科学家的专业领域里 整个自作着不同的努力 台湾走过百年 人与昆虫写下了无数篇的爱恨情仇 昆虫可以不断的变形 撩起了人类疾病 以作物防疫的遍地风火 昆虫也可以利用它们的美丽 以辛劳喂养着台湾的经济 他们更可以科学家们携手合作 共创一片全新的小宇宙 这百年来 我们看到台湾每一个昆虫学家 都可以勇于接受挑战 为台湾昆虫学的研究 开拓全新的愿景 下一个百年值得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